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逐渐领悟到西方物质文明的优越 在他们看来 西方的长计不外乎大炮战舰和养兵练兵之法 于是在公亲王一新和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人的倡导和支持下 以兴建近代军事工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 一时成为时尚 洋务派以求强求富为旗帜 先后兴建了一批近代化军事工业 创办了近代学堂 组建了东亚最大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 以后又修铁路、办工厂、兴实业 但洋务派始终坚持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异域借助西方的先进科技 维护其腐朽的大清王朝专制统治 其结果只能是一场悲剧 金钨 斯团 治伊推 内域借助西方多电小区